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第六课的学习 我们第六课的内容是 如何有效的记中文 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学习了快速记的原理 如何有效的运用快速记的方法 然后运用快速记的方法来记数字和英语 那接下来中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预见的数量最多 类型最复杂的信息 那我们怎么来记呢 我们通过两课的内容来进行分享 它包括四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是虚记的中文类型的分析 第二类是根据我们的分析 发现中文的信息分为单信息 少量信息和大量信息 我们根据这三类的不同特征来进行记忆 在第一个虚记的中文类型分析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面向于中学生的 所以我们的分析对象是 2014年多个审视的中考的语文试卷和高考的语文试卷 其中以更偏向于中考的语文试卷 通过这个分析啊 我们发现这个常见的一些记忆 根据事件的里面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包括 预计拼音写字 比如说 看红中复果分外妖娆 妖娆给你一个拼音 这个字怎么写 然后另外是字的读音是否一致或者错误 比如说有个中考题目是这么出的 说下面四个选项中读音一致的是什么什么 或还有一个是下面的这些选项当中读音错误的是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字的读音是否一致和错误 另外还有关于词用的使用是否恰当的 比如说下面四个选项当中 哪一个词语使用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 还有一些是关于词语的是否完整正确 他给了几个词 有一些词他可能是某一个字或者几个字有出入 另外还有一些典型的信息 比如说古诗词的填写 古代汉语的字词或者句子的解析这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阅读理解 那些我们的一些作文 这需要我们平时有大量的语文素材的这么一个积累的过程 那么前面是根据这个试卷的分析 我们找到了一些一些典型的题目类型 那么我们把这些提取的题目类型 怎么样进行一个归纳呢 我们那个归纳大概包括这三个 第一个单信息 包括这个字形 比如说有一些字长得特别相似 或者本身某些字特别难记的话 我们要记住这些字形 第二个是字音 这个字音有的字音 包括一些多音字 第一个字有好几个读音 那在不同的类型的时候 每一个字怎么发音呢 我们需要掌握这些规律 另外还有一些音音字 比如说它就是它的所有拼音的字母的数量是一致的 只有它的音调不一致 还有的是它有前鼻音后鼻音的这么一个区别 还有的是它有拼舌和卷舌的这么一个区别 还有一些是字写的特别 它那个特别相似的一些音 最后一个是字的用法 这个字的用法又包括好几种类型 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有一些字 在词语当中 它就是有不同的形式 还有一些古代的字词的这么一个意义的解析 这是一个单信息 就是只要一个数量非常少的 一个单一的这么一个信息的记忆获得匹配 第二个是少量的信息 这少量信息包括一组词语 或者一些数量的词语记忆 一些短句的记忆 短文章的记忆和古代诗词这么一个记忆 还有一些长信息的记忆 大量信息的记忆 我们包括一些文章的记忆 一整本书的记忆 甚至是一本字典的怎么样记下来 这样就是我们在后面的 两第六节课和第七节课当中 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我们先来看单信息 单信息的第一类是我们要看常见的 读错汉字的 容易写错的这么汉字 比如说有一些汉字 我们现在那个央视有个节目叫做 这个汉字清写大赛 这个收出力还比较高 其中主要的就是一些常见的 容易写错的或者独特的这么一些汉字 那么对于一些常见的 一写错的汉字 我们怎么来进行记忆呢 这个记忆步骤有三个 第一个是明确汉字的意义 你要知道这个汉字 是到底表达什么意义 这样你就给汉字赋予了一定的信息 而不只是它这么一个字形 第二个是观察汉字的这个结构 我们有上下结构 有左右结构 有内外结构 它不同的结构 实际上对这个也是一个汉字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最后一个是将它的意义 与它的结构的特点 进行这么一个联想 就是我们在记忆的时候 有一个思维叫做以熟记心 或者是找到记的线索 或者是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 这么一个思维 就是把它这个汉字的意义 与它的构词特征 进行这么一个联想 让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进行说明 比如说第一个 有黑的有 有字怎么写 有字 首先我们根据第一步 它代表它的含义是淡黑色的 这是第一步 知道它的什么意义 第二个 它的这个字形 它的这个构成特征 它包括一个黑字和一个右字 这是它一个典型的特征呢 然后最后 我们把它的字形 和它的意义怎么结合起来 你想的一个 有黑的有是淡黑色的 它的字形是一个黑色 加一个黑的 加一个右字 我们可以这样联想 这个有字 这个黑色的右仔 或者它的右脸的时候 是淡黑色的 它从淡黑色最后变成了黑色 这么有一个长大的过程 我们所以这就是它的这么一个联系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字形和字意联系起来 所以后面再问你有黑的有字什么意思 怎么写的时候 你想 这个字代表是淡黑色的意思 淡黑色是这个黑色 幼年的时候的样子 这个黑是从淡黑发展过来的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黑的有字 是一个黑字加这么一个右字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 敌亲 敌亲是指亲的血统最近的 封建法治下是这个家庭的正知 那我们这个敌亲和我们的这个意义知道了 那我们观察它的字形特征 它有一个女字加这么一个低血的低 的右半部分 那这个这个亲的血统最近的 跟这个字形怎么联系起来呢 我们想一下 以前我们有一个判别 是否亲生小孩的方式叫做低血厌亲 那怎么样的情况下要低血厌亲呢 我们想到男孩子都不用低血厌亲 只有女孩子要低血厌亲 通过它这个字形 一个女字加低字的那个右半部分 这个字形的特征与我们的意义联系起来 大家可不可以记住 你以后想到敌亲的时候就想到敌亲的 只要证明这是敌亲的关系的时候要低血厌亲 那什么样的性别要低血厌亲 只有女孩子需要低血厌亲 所以我就把这个字给这个意义结合起来 让非然 非然是有文采的 这每个意义 那它的字形是什么样的 它上面有一个非 下面有一个文 大家就很容易联系起来 非常有文采的 跟它这个意义联系起来 非常的有文采 很容易就联系起来了 再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字 磨缩 它代表抚摸的意思 那个杀 上面它的字形的特征是 上面有一个杀字 下面有一个手字 那他们这个抚摸杀手之间 怎么建立一个联系呢 我们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借助另外一个字 缩小的缩 我们想一想 对我们借助这个缩小的缩 同音字 进行一个关联 我们想你抚摸的时候 上面那个手上有很多沙子 你在上面不断的摸 不断的摸 不断的摸 这种手越来越小了 我们可不可以这个联系 将它的音 它的意和它的形联系起来 大家可不可以 就你想到磨缩 想到是抚摸 抚摸的 它代表这个字音是缩 缩字 跟那个缩小的缩 有一定的关联 是因为你用沙子在手上磨 在手 手越缩越小 所以你这样 把它形 三个进行对应 再我们看见 下面一个字叫做 如动 如动是指 像蚯蚓那样慢慢的爬动 如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字形特征 它字形有一个虫字 加一个虚字 需要的虚 或者你可以认为是 如家的如 或者你 如家的如后部分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虫字 然后一个如的后部分 如动 像蚯蚓一样的慢慢爬 这样怎么样建立一个联系呢 你就可以想 一个如生 像虫子 像蚯蚓一样慢慢的爬 可不可以这样联系 我们做这个想象 把它的音 形 一 三个联系起来 大家就记住了 我们到底 第一个常见的 一写错的汉字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步骤一 是观察它的 那个意 知道它是什么意 第二个 观察它的构词特征 它是怎么样写的 第三个 把它的构词特征 和它的意 进行联想 甚至有时候 你可以借助一些同音字 来进行这个帮助记忆 那我们再用这几个字 来做练习 第一个 蜷缩 蜷幅 蜷幅 它是身体弯曲 蜷 我们介入刚才一样 它的构词特征 一个虫字 加一个卷字 你可以 另外你可以介入一个同音字 拳头的拳 你像拳头的拳 怎么样变成拳头 是手握起来 手指卷起来 变成拳头 你可以想一个虫子 卷起来 就变成拳幅 身体弯曲的 你通过借助这个拳头的拳子 来帮助记忆 拳幅 第二个 夺步 慢慢的走 它的字音 构词特征是一个 足字加一个肚字 你可以想 用你的脚 慢慢去度量这个世界 就慢慢的走 代表这个意思 一个脚 慢慢去度量这个世界 叫做夺 夺步的夺 把它音 形 意 继续 然后天奈 代表这个古代的一种销 第二个意思 代表孔学里发 这个奈字 它第一种诗意 代表古代的一种销 第二种诗意 孔学里发出的声音 泛指声响 天奈是指非常好听的声音 那这个赖字和我们的这个 它代表声音和它的构词特征 一个竹子和一个无赖的赖 这么一个构语的构道特征 我们就联系起来了 我们可以这样想 一个竹席子上面有一个无赖 一直在那吹口哨 但是吹得特别好听 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联想 通过这个音 形语 三个语 联想起来 你要死 妞 妞 它代表固执的 不随和不 那个 顺服的 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让它构词特征 是一个手 加一个又字 读妞 固执的 我们怎么联系起来 把他的字形和他的意义联系起来 死妞 妞 你可以想 我们这个小孩非常固执的时候 我们大人用手 把这个小孩给抱起来 或者转过身来 或者改变他的习惯 这个妞字可不可以正想 一个大人的手改变这个 诱小孩的这么一个习惯 固执的习惯 我们可不可以正想 好再看下一个 肖雄 肖代表永见的 那么它的意义是 一个鸟 我扫一额恒 在一个木字 我们可以想到什么 鸟 肖 木 和永见 这怎么联系起来 我们 一个鸟 叫木 我们想什么鸟 啄木鸟 对 你可以想到 啄木鸟 用它的嘴巴 在肖 这个木头 木头木头 所以这个啄木鸟什么非常的永变 可不可以这样想 就是这样一个联想 把它的音形意点起来 OK 第一个单信息 我们就说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单信息 就常见的 一读错的汉字 就有一些汉字啊 我们认得 或者非常常见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经常把它读错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 就是来避免这种情况呢 这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 还是要知道它什么意义 因为 我们汉字是博大心生的 同一个字 它可能有不同读音 甚至有更多的 不同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字在某种情况下 表达什么意义的时候 这个更便于我们去记忆 第二个是 观察它的构词特征 因为这个汉字 它的构词特征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信息 另外一个是 它读音 另外的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们最后 最后把这个汉字的意义 它的结构 那个和它的这个读音 进行联想 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助这么一个同音字 就像我们的基点 去记这个汉字的写法的时候 这么一个做法一样 那我们通过一些具体举例来看一下 到这里